大家好 据史记的记载 老子活了160多岁 可见他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人 史记是一部历史的著作 应该说基本上是符合现实的 就算历史的记载有所夸张 我们就算老子活了120岁 我们知道 人类生命的极限 从现在的医疗条件来看 也就是120岁 我们可以说老子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人 因此他也是一个非常懂得养生的人 那么老子长寿的逆绝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老子的分析 为什么大部分人活不到 自己的天年 按照现在的医疗条件 我们估计一个人的寿命的极限是120岁 在古代条件要差一点 我们就说是90岁 大部分人活到了多少岁数呢 我们看老子《道德经》这本书 老子的原文 老子说呢 生之徒时有三 死之徒时有三 人之身 动之死地 亦时有三 夫和故 以其生生之后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人生 就是 维持我们生命 这个因素 这个因素 十有三 这个十有三 其实是三分之一 应该说九有三 但是因为说这个整数比较好一点 说十比较好一点 其实是三分之一 是十有三点三三 就是三分之一 我们人生的各种因素 是维持我们生命的 比如我们可以说食物 水 阳光 死之徒时有三 死之徒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是疾病 各种不好的天气 或者是说有蚊虫 猛兽 这些对我们的伤害 也是十有三 三分之一 人之生动之死 地亦十有三 这就是人主观的因素了 前面两个因素是客观的 下面说我们个人 我们都是想活得久一点 活得好一点 动之死 地亦十有三 结果我们出于这个 延长自己寿命的目的 出于这个生活的更好的目的 反而说得了我们的寿命 降低了我们生活的质量 为什么呢 以其生生之后 这是大体的说 就是说很多人 就是觉得这个 要养生 要尝尝 结果他就超过了这个 适当的这个尺度 去养生 去 去那个 摄取 生命中的那些元素 结果 导致了负面的结果 先说一下这个老子 对于养生的目的 概述 老子的目的就是说呢 长生 九世 一方面呢 生命呢 要有一定的长度 另外一方面呢 要有一定的质量 九世 就是势力一直很好 意思是说呢 到了年纪老的时候 也不花 而不平 这样呢 才有医疑 如果说一个人的寿命很长 到了年纪老的时候 不是这病就是那痛 动不了也走不动 吃不香也睡不着 意义不大 还不如寿命短一点 质量高一点 比如 所以说长生九世 长寿呢 这个长寿啊 它是包括了这个 质量在里面的 不是只单纯的 生命的 它的长度 不是 那为什么 我们很多人 我们去养生 结果反而害生呢 这老子下面就说明 这个一些原理 五色令人目盲 五鹰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十层甜脸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 难得之祸 令人行方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人都是有 有欲望的 对吗 我们 人都是想满足自己的 五官 还有这个心灵的欲望 我们眼睛都想看一些 有色彩的东西 就看着 他觉得 有意思 我们喜欢去旅游啊 看风景啊 对吗 看好看的这个 花鸟 红鱼啊 耳朵呢 喜欢听音乐啊 各种好听的音乐啊 吃这个 吃饭 吃菜 希望这个味道好一点啊 然后喜欢玩的旅游啊 比如说甜点 古代人喜欢甜甜吃辰 也包括现在旅游啊 各种旅游啊 对吗 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是养生的 其实也没错 对吧 人不吃饭 那不饿死了 你眼睛不看东西 那眼睛肿不看东西 那怎么能这个 启发这个智力呢 我们知道儿童他眼睛就要去看东西 让他看下狐话 狐话呀 能不听音乐 那怎么能提升我们的鉴赏能力呢 对吗 但是我们这些东西并不能说是错的 我们想多看一些好看的风景图画 多听一些音乐 然后吃一些美食 然后从事一些 自己比较喜欢的游戏啊 旅游啊这些活动 但是呢 我们这些行为呢 常人的行为啊 往往导致了负面的效果 说降低了我们生命的质量 缩短了我们生命的长度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老子的这个 老子他的思维方式 他双向思维 任何事情他都有相反的一方面 我们就很多人就看到了 多看一下好的东西 哎 这个 没见过的 无色令人目盲 你看多了 你看电视 你看多了 你看手机看多了 看视频看多了 你眼睛看坏了 你去低听那个 雷射灯 照多了 把你眼睛 晃花了 你眼睛就近视了 眼睛到老了就老花了 无音令人耳聋 你就听很响的音乐 或者听了音乐 对耳朵也没有好处 太响了也没有耳朵 无味令人口爽 就是很多人呢 我们都在吃口感去 我们往往就忘记了 这个目的是什么 我们吃东西是维持自己的生命 吸取营养 当然要好吃一点 这个不是做目的 很多人就去吃了感觉 吃了口味 对吧 我见过很多人大夏天的 去吃了麻辣烫 那夏天 夏天你还去辣呀 那你不越吃火又大吗 对吗 口爽 伤口 伤身 吃剩甜脸 令人心发狂 打烈呀 你去旅游啊 目的是什么 不是说 不是说我去让自己心跳加快 这个复习起初 对吧 你去登山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是登山 因为女儿的话 你爬着累得半死 对你身体有好处吗 这 脚有泪伤 让他起泡了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有个度 都要掌握好 都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做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你要让生命有意义 让生命的质量提高 难得之祸令人行方 总想去一些那些难得的东西 难得的东西 对我们真的有好处吗 你带个金戒指 带一个身上带一个玉手镯 玉手镯真的可以让你长寿消灾 不会的 没用的 那都是迷信 带身上对你有好处吗 没有好处 对吗 有的人为了带着这个东西 就妨碍自己的正常思维行动 买一个钻戒 花多少钱 钻戒对你有好处吗 带着身上没好处 你当做一种投资是可以的 所以说圣人为父不为母 这是老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的一句话 为父不为母 就是说中看不如中吃 而樱花好看 你能吃下去吗 对吗 中看不中吃 而中看不如中吃 建树爆谱 少诗寡语 绝绝无忧 人不要去劳神 欲望不要太多 不要去学下那么没用的东西 不要有那么多忧虑 你就可以长寿 那我们说老子他是个哲学家 他不去想东西 他能写出这个《道德经》吗 这个是中国 《中国五千年文明》 影响最大的书之一《道德经》 我觉得他只有另外一本书 能跟他相比就是《李济》 他写的书吗 他也是经常去想事情的事 问题是你做事情 你要找有一个好的方法 对吗 你不能去 你要有个规律 无为顺势而为 不要去累到自己 对吗 当然也不是教大家偷懒 该做事要做事能要勤奋 建树爆谱 要看到事物的本质 要过朴素的生活 那些花来胡哨的东西 对你身体没有好处 对你的心力没有好处 对吗 所谓的 如果大家都去 比如说我吃一盏饭 比如说我吃一盏饭 吃个馒头 吃个馒头 这就是馒头是什么 是小麦 对吧 里面有这个淀粉 也有蛋白质 对吧 有营养 这就很简单了 如果你喂木 我会把这个 馒头做的好看一点 我会捏一个面能 我会做这个什么 我会把它做成这个削面 刀削面 这如果从这个老子 或者说从我们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 对吧 你去吃那个什么意大利的这个面食 据说还是从中国传过去 没有多大意义 跟你吃个馒头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你还多花很多钱 对吗 这个精子 你在身上戴个金戒指有什么用 你赚钱买个金戒指 买条金下面 没有意思 这个精子它有什么价值 它可以做这个通货 做货币 它可以做这个飞机零件 对吧 就是做这个电子元器 元器件 这是它的价值 但是你身上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当然精子也可以 就是说可以治病 可以吃 就是明白 但带你手上什么用都没有 就我们把这些东西想同以后 就是去注重生活中最根本最实质 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生活就变得有效率 我们生活变得有意义 这个质量就会提高 也可以长寿 就是现在长寿的是多少 120岁 对吧 有三分之一的人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被我们损失掉了 就是大部分的能活多少岁 减掉40岁 人类现在平均只有80岁 这是好的 好多人活不到80岁 而且好多人到了六岁以后 这个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 所以说我们如果都能 学会这个老子的养生方法 活到120岁 也不慌而不容 无奇而终 那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